各位企业大家好 欢迎收看DCT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 有我们的企友在别人的直播街上 拍摄过来的一旁静妙伊朗杂症 这一旁棋局当时主播讲 此局红方能赢 当时这位企友经过仔细方拆解之后 却发现压根行不通 好像怎么走都好 都会败于黑方 顶多只能求和而已 那到底是谁对谁错 今天我为大家仔细拆解一方 表面上看红方此局仅有居高兵 挑战黑方的双居马 正说一居十字行 更何况黑方还有两个居队吧 那一上手第一步棋到底该怎么走呢 现在对红方来说 这里又不能进居将来闷杀 黑方可以回马踩居 很多企友一上手 都会选择平兵 先灭掉一匹马再说 下一步棋拱兵一将 就可以形成困蔽 但一旦这么走 黑方这一边 却可以先下手为强 平居罩头一将 红方如果平摔到四路 黑方双居错必败 所以只能躲到六路 让兵来防守 待会直倒黄龙 拱告兵 也是杀奇 但一发这时候 可能没那么简单 这里黑方只要把居一抬上来 就形成了一道防线 你这个兵就拱不下来了 你这时候当居点将 滑将是毫无意义的 唯有平居 形成一道防线 待会兵界居危 照样可以拱高兵来围剿 但一旦这么走 已经为是一万 黑方巧妙平将战中 远离红方居边的牵制 现在如果你拱兵下来 黑方站着霸王居 可以照吃补物 一旦这么走 红方的居也无法逃 肯定要败 那既然红方这一边 无法拱高兵 这里如果平居的话 黑方吃兵一将 红方要输旗 所以这里只能动帅走险 或进居对退居走险旗了 待一旦这么走 也已经为是一万 黑方巧妙甩居 下一步骑戒将助攻 刚好有双居错的机会 红方这时候 压根就防不胜防 这里不管是平居也好 拱高兵也罢 也图了无功 黑方这时候 进居点将 比你上帅之后 再只居将 红方只能上帅 掏底将 退居将 都是杀 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局的旁边 既然红方平居吃马 行不通 有些企业会认为 我平居 抓马总行了吧 下一步骑吃马一将 变一番居将战中之后 也可以拱中兵来杀齐啊 但一旦这么走 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 黑方一居将 就可以防止红方 进居吃马 或者平居吃马 这两步骑 而红方这时候 十分无奈 这人拱高兵一将 逼一番走位 大黑方 一下老将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现在对红方来说 这个高兵拱不下去 黑方可以退马吃兵 好意义 你现在甩鞠开来 向进居将来围剿 却发现 哥本来不及 黑方这边 只要抬一步 居上来就可以了 红方这时候 兵又攻不下来 这里 点将也没用 又无法吃掉黑居 一旦这么走 直接闪了架 肯定要败 所以 一次居一上手 红方 平兵吃马不行 平居抓马也惨败 这里 第一步起危的正手 到底该何去的虫呢 红方要拱于 勇于拱中兵 这样一走 前面就有所不同 下一步起 平兵一将 也是杀 这时候黑方 又为主应对 对于一方来说 现在这一边 如果随便乱走的话 红方是有连杀的机会的 比如说 我平居抓兵怎么样 好像下一步起 吃兵是带将来杀其 但现在一旦这么走 却发现 胳膊行不通 红方一进地区 下一步平居将尾角 一族反战 黑方先 这手 老将不能动 跳马也没用 唯有 进鞠砍兵 这一步棋可走 但红方就 白打黑方的这个鞠 下一步棋 还是把脸将杀的机会 你现在 动老将已经好意 跳马呢 顶多只能用马 来挡刷面而已 但红方退居吃马 照样是把脸将杀 黑方呢 肯定要败 当此局呢 肯定没那么简单 当红方拱高兵的时候 黑方这里呢 会直接把鞠甩出来 这样一走 前面就有所不同 那这时候呢 红方这一边就没有 刚才那一套了 如果进鞠的话 像平鞠将尾角 黑方呢 就选择下老将 远离红方 鞠兵的困杀 这里呢 红方呢 顶多呢 就照头一将 来牵制 待黑方一当平价战中 就可以呢 高枕无忧 这时候呢 红方现在 有两种选择 要么继续拱兵下来围剿 或者直接白打黑鞠 如果说 直接白打黑方这个鞠的话 看似多得一鞠 下一步棋回头望月 又可以吃掉黑马 但是呢 你会发现 根本来不及 黑方这时候呢 到了这个旁边 这里呢 自由妙招可以解围 就是平鞠过来 跟红方的鞠约队 现在一旦对完鞠 红方几身当兵 顶多就是一盘和棋而已 那如果不对鞠选择甩鞠开来呢 也好意义 黑方呢 把鞠一抬 现在鞠马形成了一道防线 红方这个兵 还是拱不下来 一旦这么走 反倒呢 又要输起 那既然红方这边呢 眼看黑方 选择平老将之后 进鞠吃鞠呢 行不通 那我拱兵这样总行了吧 一旦这么走 黑方呢 就下老将 不给红方呢 有照杀的余地 这时候呢 红方这边呢 想通过甩鞠过来 进底鞠来围剿 但是呢 根本行不通 因为一发之手呢 只要选择退马 吃红兵就行了 一旦这么走 你当鞠顶一将 黑一发就上老将 你顶多呢 就是白打黑一发一个鞠而已 压根呢 好意义 一旦这么走 直接闪了架 所以呢 我们回到一开局的旁边 红方一拱兵 黑一发一旦平区之后 这里呢 抬高鞠到竹林县 平区作杀 压根是来不及的 这里红方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走呢 这一步棋呢 非常微妙 红方这手呢 要勇于拱兵下来牵制 一旦这么走 其面就有所不同 先一方这一边呢 如果这手选择退马吃兵 我平均一将 你当马吃马 直接呢 把脸将杀 必败 所以一方迫不得已 仅有下老将 这一步棋了 当你一下将 其面不声明了 对红方来讲 这手又该何去而从呢 这一边红方呢 趁此机会 巧妙选择平区 叮嘱黑方的这一匹马 或是一番走位 你先马不能动 老将被困住 这里吃马是杀 所以黑方迫不得已 只能抬居上来 保住这一匹马再说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六五 拱中兵一将 把老将呢 给吊到商楼去 这时候呢 红方呢 来部声东击西的棋 巧妙平边区 下一步棋进去将 又有杀棋 而这手呢 对黑方来说 将不能动 这里呢 当区点将也没用 面对红方的进去将叫杀 仅有退马 来保将面 这一步棋可走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虚晃一枪 又是呢 进去吃马的杀棋 下一番无法用区来保将面 这里呢 如果随便跳马的话 我平居照头一将 也是杀 虽然一番这一匹马 我也能够走动的 就仅有这个点而已 而现在呢 把马引上来之后 这里趁此机会 急进中居 腾挪到竹林线上 下一步棋平居一将 也是杀 这一步棋呢 十分微妙 下一番这手迫不得已 又无法用马回防 将不能动 只能退居这一步棋 来跟红方的居业队 但红方这手肯定不乐意 巧妙推一步狙 继续抓黑马 你现在呢 如果随便逃马的话 我接受来助攻 进居一将 黑方必败 所以发GP马还不能动 还是照样只能用狙 来保住马 将一走红方就用狙 把狙马给双链住了 巧妙甩边狙 下一步棋进居将 又是杀棋 通过这个顿挫关系 现在对黑方来说 如果回马 保赛面的话 我就可以白打黑狙 下一步棋 狙将尸杀 黑方这里拦不住 必败 所以发这手十分无奈 这里呢 为了保住这个狙 也只能呢 点一将再说 逼红方上帅下帅之后 再次退马来回防 但一旦这么走 也已经为希望 因为这手红方直接选择瓶中鞠就行了 这一步棋进居吃马是杀 黑方就再也走投入路 因为将不能动 退居又无法回防 不管你现在如何跳马都好 都已经为希望 我把脸江沙一如方丈 我这一步棋 我这边